潮州冻蟹 潮州冻蟹 此菜为广东地方风味菜肴 制作这道菜需要用的主料是大红花蟹 需要的调料有褶醋 蒜蓉 金盐和冰块 现在我们开始来做这道菜 将鲜红花蟹洗净 开壳 取出壳内的脏物 再去掉嘴和内脏 把它们放入冰水中洗净 码入盘中 蒸锅上火 注入水烧沸 把洗净的红花蟹放入蒸锅中 蒸至约10分钟后取出 把蒸好的红花蟹放入冰水中 然后再加入盐 进行腌制冰镇 然后再加入盐 进行腌制冰镇 腌制冰镇 腌制冰镇约10分钟后取出 取一个大盘子 垫入碎冰 再盖上保鲜膜 将取出冰好的红花蟹 把放在装入碎冰的大盘中 扁缀为边 红花蟹在上洗时随带大红折醋 即用盐 味精 蒜泥和生油调制成的味叠 一同上洗 在做这道菜的时候要注意 红花蟹要洗干净 而且要用冰水凉透后方可以上洗 这道潮州冻蟹的特点是鲜香色美 别有风味 中文字幕统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